LGD赢下HERO晋级S组 九折教练在休息室沉默不语 葛迷尼教练给出瑞评 猫神迎来职业第三春 HERO这场比赛主打的就是一个怪 刚成年的新人誓约未来可期 就在4月5日SA卡位赛正式开始 首场比赛由LGD跟HERO开启 九折教练初期召唤上刚成年的新人誓约 成功将比赛拖入巅峰对决 最终他们还是没能倒极 LGD第三轮升到S组 猫神转型后终于成为S级辅助 对此葛迷尼教练也是给出瑞评 这是他职业第三春 KATE迎来到他的第2春 第三春了应该叫 这个叫第三春了 随后评价HERO主打的就是一个怪 当你不信他的时候反而能打赢比赛 今天HERO怎么说呢 HERO就奇怪 你觉得他行吧 他又不行了 你觉得他不行吧 他又行 主打的就是一个怪 你拿捏不住 你拿捏不住 你无法拿捏 男精 HERO球精 紧接着 新人诗约帮队伍联营两局 张角教练换下猫神 也是让葛迷尼教练不太理解 真换假换啊 我看一下 为啥呀 不必要吧 你不能说打的挺好的吧 KATE上班也有失误对吧 都有失误 但是我觉得 因为KATE是指挥 刚那把你说 打的很好吗 也没有 但是他是指挥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换掉一个局内指挥 我觉得这个是对吧 可能觉得他上头了 因为上次之间不说吗 啊 那个每次那个张角说 KATE上头的时候就把他换下去 啊 不是 不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来的 让他冷静一下 让他冷静一下 他最怕KATE上头 因为他指挥吧 可能把他 换下去 冷静一下 对此张角教练在采访的时候 也给出解释 大致于个mini教练猜测的原因一样 只能说猫神如今 已经成为队伍核心 张角教练跟他的关系 更像是在相互学习 让他下场 是帮他看清一些东西 然后再次上场 带动整个队伍 今天的这个换人 我觉得也是 看到张角教练 在临场做了一个应对的策略 但是是换下换上 对KATE的 这次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 呃 因为我们其实 训练赛也一直在冷静 我觉得说我们呃 输掉两把的话 打得有点过于急了 嗯 然后我觉得 因为小仔的性格 他是比较属于 温文尔雅的那种 嗯 说话 他平时说话都慢吞吞的那种 哦 你得太急了 就上来中和一下 然后让大家稍微 把节奏放缓一点 不要显得很乱 你也是钢琴师 在调节奏 呃 对 因为是要调一下 得调一下 然后让KATE的话 在场下看一看吧 嗯嗯 看一下之后 然后自己调节一下 然后再上 最后只能说 九折教练输在选手状态 如果东方的状态 跟上场一样 感觉LGD大概率 是要输掉比赛 猫神也就没办法 迎来职业第三春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